从哪里来到哪里 我也不知道我发哪门的神经 然后找了一个这么远的酒店 可能就是因为便宜吧 44码币 啊 不是吧 印度人 Hello Booking already Name is Yang So show booking Booking this one 从哪里来到哪里 Very nice You don't afraid I'm not from China I'm from Indonesia I know you mean I know you're afraid about things 其实我也不好说什么 中国现在 一开放 对于这些外国人而言 的话 就你是可怕的 我还要必须向他说明 我是从印尼过来的 不是从中国过来的 挺委屈的吧 你们有可能会说啊你不爱国 可是你可以不住 但是我唯一不住的就是这个钱摆给他 当我第一时间看到是印度人的酒店的时候 我 其实是稍微有一点点的 你懂的那种情绪 但是没想到当我进来了以后 变成了他 他对我有情绪 正常来说我连口罩都不需要戴他 因为你看到了他自己都没有戴口罩 是不是他说你是中国人吗 I Chinese 然后我说是 他立马就说 呃就是戴上口罩戴上口罩 而且是用那种就是 不合适的那种虽然说让人很讨厌的这种 这种语气对我们说的 但对于我而言只能是不耐 而且 你们也应该知道就是当中国开放了以后的话 就是不只是这里 他很多的国家 你就好比说日本 等等他这些国家就是多余的话我就不说了 是吧 你们也懂 反正至少这是我亲身经历的事情 我也感觉到很意外 但是站在他们的角度又变成了一个情历之中 那么